大部分的症候手術由於疏後的牙齒的關係位置有可能改變 所以是需要疏後的矯正 那有些人會問說那如果我的療合關係位置沒有改變 是不是就不需要完全不需要矯正 在某些狀況下答案是是的 可是在某些狀況下尤其是在顏面外斜的病人 由於我們可以預期的是 當我把一個歪斜的病人弄成對稱的時候 肌肉的拉力會一直想要把下巴拉到原本歪的方向 當我們預期的是這個狀況的時候 就算我們知道疏後不會改變療合的位置 我們還是會建議利用矯正器去維持一個比較正宗的位置 去避免疏後的效果慢慢的又被破壞掉 然後我們還是會判斷我 我們還是會判斷 équ一點點 喔 仔細心